食用油风暴成为全民话题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 今天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 不改快人快语的个性 强调人民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民众健康不好的话 哪里还有国家呢 而他的表舅 申保集团总裁陈盛田 炮火也很猛 他呼吁让新台币贬值 还按批央行老是用一招办事 维持汇率的稳定 混油免子油 民众已经武力分辨 吃什么才能安心 基本需求无法满足 就连大老板都看不下去 不管做什么 都要凭良心 品质要做好 好久没露面 身兼申保董事的王文阳 和表舅陈盛田 六号一同出席申保活动 不过台上演讲 话题离不开食品安全 更认为无法照顾人民 这个国家也完蛋了 人民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国家就是人民嘛 人民是最重要的 人民的健康不好的话 哪有国家 王文阳重炮轰击 左打政府右批黑心厂商 但申保集团总裁陈盛田 批评力道更猛烈 矛头对准 央行总裁洪怀南 我希望能会议台湾捡 这是救台湾的唯一经济 最快的办法 不要老是一招走 一招办事走 永远是什么稳定 日本也是很稳定 就是20年的不好 调明台湾汇率政策 因为求稳定影响产业竞争力 王文阳 陈盛田 这对深救组合难得同台 却是火力十足 有点TV 元席罗正辉 特别报道